民政黨立委黃國昌在今天找來好友館長陳之翰與板橋里長們合作 開設了銀法運動課程 積極佈局參選2026新北市長 日前還被曝曾經詢問國民黨有沒有可能讓 不過現在有藍營的議員發起了反昌活動 反對黃國昌代表國民黨參選新北市長 而今天黃國昌則說為市民權益不分黨派 我腳去掛掉 現在走路還一百一百的 跟台下的姐姐們說聲抱歉 日前為國會職權修法在立法院大戰 腳傷還沒好不能跟著大家一起做運動 不過找來的這個好朋友很專業 一定要運動 找來館長率健身教練免費在新北板橋 開設銀法有氧運動班 奴隸和婆婆媽媽拔鋼金 宣服做好做滿 在新北市的各個區各個旅都可以推廣下去 報局2026新北市長選戰企圖不言而喻 國民黨議員李明顯日前更爆 黃國昌曾私下詢問藍營有沒有可能讓 讓議員很著急已經開出反昌第一槍 國民黨裡面的優秀人才是非常的多 所以要談理讓是完全沒有道理 所以這是我反對的 黃國昌委員呢 過去的這個政治立場搖擺幅度是比較大的 所以也讓不管是基層啊 許多人對他都有蠻多的質疑 黨內也有既定的提名規則 至於藍白合不合作 目前呢大家就是在全力的拼國政拼市政 侯家軍新北市議員呂家凱也跟進表態 反對黃國昌代表國民黨選新北 館長則是表態力挺好兄弟 他我是肯定很支持嘛 這個是你假說的 大家合作會比較好 比較穩定嘛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嘛 那這我尊重啊 就像上次很翻臉 新北是我的責任區 為了新北市民的權益 不分中央地方 不分黨派 大家一起攜手合作 藍營明代串聯反昌 國會地方選戰 一馬歸一馬 記住黃耀岳達 新媒體報導